蘋果實測 後座位吸安全帶 連床九路間 警護士 整側上三個蘋果機的完全都沒有 吸安全帶 警察完全沒有檢查 我們沒有吸安全帶 今年2月1號起 後座乘客 許吸安全帶規定正式上路 但新法上路超過半年 執法卻不夠落實 蘋果記者上月18、19號 深夜到隔天凌晨 在北市與新北市 進行隨機測試 包含駕駛與前後座乘客 都沒吸安全帶 但一路上經過15處路檢點 其中9處攔下記者車輛 但全都沒發現記者 沒吸安全帶 你們如果遇到這樣警察 警察會不會都刻意去查說你們 或是客人有沒有吸安全帶 警察不會查 我覺得都是碰運氣 被攔下來的時候警方有沒有說 看一下你的朋友 或是你有沒有 吸安全帶或是酒側的一個狀況 都不會 路上經常警察那路檢 他會不會刻意去查 碰到朋友 有沒有吸安全帶 對啊 你們在路上經常警察 給你領檢的話對不對 警察會不會刻意去看看你們 或客人的運氣 有警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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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目前取締重點在酒後駕車 才造成警員疏忽 民眾有沒有吸安全帶 會要求警員針對其他違規 加強勸導及取締 動新聞 吸安全帶 保平安報導 打不買 支持廣場